台北市長 柯文哲在記者會上表示說 為了怕債留子孫 應該先停下來 想一想社宅興建 引發了批評聲浪 而內建部則回應 如果臺北市府暫緩的話 可以把土地還給中央來接手推動 而對此柯文哲今天則回嗆了 中央發布假消息 直言如果不更正的話 大家法律見 法律相見 昨天發鏡群就被我打臉了 等你蓋完地庫再跟我講話 面對鏡頭 臺北市長柯文哲 火氣真的好大啊 被質疑八年蓋五萬戶的社宅 是空投支票 柯文哲反槍中央 他們的1450 他們的小便跟那個都沒有聯絡好 顯現這個這個政府是 頭尾不相顧的 很酸中央1450網軍亂帶風向混遊視聽 這話說得重 就是因為日前在記者會上表示 考慮暫緩興建社宅 營建署則發布新聞稿 提及對於臺北市停建社宅 聲表遺憾 這標題可讓柯市長 keep put 內政部也說遺憾台北市做出 暫緩興建社宅的決定 他們是一個製造假新聞帶風向的機關 被議員質詢到相關議題 柯文哲耐不住火氣 強調是暫緩並非停蓋 柯文哲隔空嗆聲 北市中央開展了嗎 中央大力補助地方 盡可能的提供國有土地 幫助地方建設社會住宅 希望大家一起合作 把社會住宅做到更好 蘇奎帶帶回應呼籲中央地方合作 完成社會住宅計畫 社會住宅的興建本是完成居住正義 最後若因柯市長的一句話而變卦 恐怕是誰都不樂見的 這台北綜合報導 中央大力補助 國人家,酒,酒,酒 第二、酒 鮮,酒 aluminum